好了 鄉親的新聞一回事先來關心 中華關係 台灣的米蔥 平時也受到國際競爭 青春中華在地品牌中興米 外銷到歐洲已經有五檔路 但第一年的兩的火鍵到現在 今年有八的火鍵 縮量也來到180噸 現在說不然當地餐廳吃到以外 就連雪梨的潮汐和大賣場 也都買到台灣中華生產的有一個米 某某整個火鍵的燒包中米 準備賣外銷去惡酒的剩下 一些米 當然是我們中華當民客做的中華米 今年中華米就已經外銷去惡酒 即是一開始都是賣給餐廳 如今透過的燒包中的方式在超市到賣場 我們外銷的北米的情緒 大部分都是由餐廳去味 沒有看到台灣米這個品牌 也沒有看到台灣散這三個月 但是我們今天在外銷 惡酒的這個米 是我們用我們社包中 在賣賣的中華米 來賣外銷 出席外銷風貴去家會的農民宿訴訟表示 五年前一開始一年銷等的火鍵去惡酒 到今年已經成長到八火鍵 外銷所長的情価也代表台灣米的國際競爭地入台入宮 你品質太好嘛 品質太好因為我們的米如果要跟外銷 跟泰國比拼銷的 他們的米都很銷 但是那種金銷的殘留一大堆 我不怕你驗嘛 我們種金銷絕絕對沒有 另外還有辦法做很負責任的生產 就是讓你知道 你社會家在買的時候 你還有辦法查到我的生產才是誰的 連米啟業總領利 倒在兩宮條 在當年須福德之下 成立中米三小競爭集團三區 和150名以上的農友競爭 競爭面積超過五百四十公斤 以地規劃所謂法的財務的管理模式 成善由一中米外銷到二十四雷 到香港頂地區 大專新聞文中山筆頭 彩虹報道